一代更比一代强 全球第二台深层房车S788已经下线了 据说呀 这台房车又有诗音升级的地方 来这条视频带你一探究竟 一点 会个听桌子升级了 之前的时候呢 桌子为考虑理测的人呢 进出以及实际的使用效果 采用了一个拓展的设计 但是呢 我们的设计师是一个精益求精的人 认为之前的设计还是不够太理想 所以现在呢 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新升级以及优化 在不使用的时候呢 可以完全的隐藏 不占用空间 而且里侧的航空坐影呢 也能够进行前移以及腿托的升起 实现了懒人小沙发的使用效果 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呢 只需要将桌子轻轻抬起 下方的只腿可以直接打开 上方是两到三人的使用效果 同样也能够实现茶道桌的效果哟 在这个地方喝茶看景 真的是非常好的一种享受 想要多人使用的时候呢 只需要将桌子进行简单的拓展 那么就可以得到一张大的餐桌 满足更多人的一个需求使用 更加方便 二点空调出风口优化升级 之前S788采用的是单独的出风口的形式 分布了冷气或者是暖气 美观度呢也非常足够 但是出风口还是太小了 车内的温度无法达到理想的状态 所以这台房车上又重新进行了升级 因此在这台车上呢 又重新进行设计 开口更大 出风量也更大 第三点 抽油烟机的新升级 之前的抽油烟机采用的是升降式的设计 不用的时候呢 隐藏起来更加美观 本身功能已经非常的一个完善了 但是呢 又不止于现在的功能 为了给车友更好的使用体验 又做了一个优化新升级 追加了一个爆炒模式 那这样的话呢 在后面做饭会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验效果 如果说您要做一个香辣线 您就直接打开爆炒就可以了 除此之外的话呢 还增加了语音唤醒 更加智能化 当做饭过程当中 两手都有物品的时候呢 不方便操作油烟机的时候 只需要喊出小制小制 关机 它就可以上身进行正常的工作 更加方便快捷 或者是您不需要它 也可以语音把它关闭掉哟 第四点 飞翼观景窗的打开开合度 它的更大 相对于第一台S788呢 它的外推窗可供打开的角度会更大一点 接近于一个90度 这样的内部观景的一个视野呢 会更加开阔 看到了景色也会更加的震撼 如果担心夏天蚊虫的话呢 还给大家增加了防蚊沙莲 这样的话呢 就无需担心了 这几项的新升级啊 都是为了让大家在后期旅途过程当中 更加舒适 享受房车带来的品质生活 飞翔房车也是一直秉持着这种初心 希望用降薪工艺打造的高质量房车 至于更多的细节之处呢 还需要大家去细评 那这期视频呢 今天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哦